大选看华视特别报道 我们要带您来关注 总统大选才刚落幕 美国马上派出高阶代表团访台 在今晚8点33分抵达桃园机场 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 可以看到代表团一行人顺利抵台 由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AIT主席罗森伯格随行 罗森伯格也微笑向镜头挥挥手 那另外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的 前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则是在傍晚6点左右先抵达 AIT发声明强调 美国政府是钻寻先例 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后 邀请前资深官员以私人的身份造访 代表团将在明天 和台湾各界政治领袖会面 除了恭贺选举顺利举行 也要表达长久以来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系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